好 同样是动物的新闻 如果遇上了保育类的动物 可千万不要擅自喂食 大雪山林道沿线有很多鸟类 不过就有民众赏鸟的同时 竟然喂食了保育类的鸟蓝富贤 被其他的民众拍下检举 当时领馆处就报警处理 喂食民众被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 判处了还起诉一年 法官甚至要求他当庭必须要写下毁过书 还要缴交1万5千元的罚款 当时领馆处借此也要提醒民众 可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大雪山林道有民众蹲低身子 伸出手来喂食保育类蓝富贤吃馒头 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 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2条 第一项第一款 只骚扰保育类野生动物罪 喂鸟民众被检举判还起诉一年 除了当庭写下毁过书 还要缴交新台币1万5千元罚款 东市领馆处曾捕捉到蓝富贤 在树林间活动的画面 除了蓝富贤 大雪山林道 还有很多鸟类生态 为了保护这些鸟类 东市领馆处在大雪山林道 设立告示牌 提醒民众不能喂鸟 因为会改变鸟类的觅食行为 变得依赖人类 也不能在那里播放鸟鸣 不然会吸引原本在别处生活的猛禽类 像是猫头鹰之类的前来 反而威胁原本在这里生存的鸟类 东市领馆处提醒到大雪山 不能随意喂洒饲料 破坏自然环境 否则可罚1200元到6000元 若是骚扰或伤害保育类野生动物 最高可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开罚10到50万元 这些行为有罚则 也真的会开罚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华世纪王善林品星台中报道